這個新聞我們都是看台媒關係好 可是國民黨看的角度卻是不太一樣 奇怪 為什麼只有跟民進黨政府交朋友 我國民黨你放在哪邊呢 來 我請教靖平哥 我們看到江啟臣他講說 有人在阻擋 他就說民黨政府跟外交部 你們為什麼這樣小鼻子小眼睛呢 從民黨執政之後 美方有團進來 來到台灣的時候 多次都沒有安排訪問在野黨 那特別是有一些很關鍵的人 偏偏他覺得是 是不是外交部 或者是民進黨 你在想一些辦法來從中作梗 他說他還講到這樣 有時候甚至人家要求 說要建在野黨 但是都被一些理由給搪塞掉了 那這一次的這個訪團 也一樣都沒有安排 可是其實有一件事情 是他有安排一個 台美的國會議員 他們有一個聯儀會 那個聯儀會裡面 成員還蠻多的 那有安排跟這些人 就是跨黨派的一個立委的會面 這個部分你怎麼樣來看 我不知道江啟臣 算不算是台美國會議員聯儀會的成員 因為那不一定是整個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成員都要加入 不一定 雖然江啟臣他是外交國防委員會其中之一 如果我沒提錯的話 那我相信我記得陳以信好像是其中一個 他是部會長 台美國會議員聯儀會 對對對 那陳以信應該會知道 那相關的就是 所以兩個人關係不太好的意思了 陳以信 我不跟江啟臣講的 江啟臣被國民黨邊緣化的 陳以信會不會跟江啟臣講 或者是江啟臣會不會從陳以信或黨團的這個訊息得知這個消息 但是也許他們都知道 但是我相信他不是在指這個事情 因為在講這個江啟臣提到說 民進黨跟外交部是不是不要小鼻子小鼻子 我覺得他講的是一個通案 他昨天在上節目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可能是提到說 從2016年執政以來 因為以前我跑國防外交了 我知道外交部不管是在扁政府或馬政府時代 都會主動去通知各個朝野的政黨 像扁政府的時候也會通知台聯 然後相關的政黨要不要安排 友邦人士或是非友邦的一些重要的外賓人士來訪問 行程比較長的時候要不要去訪問 以前會這樣子外交部會做 那在馬政府時代也會 所以也看到說像美國或是怎麼樣 有什麼重要的人士來訪的時候 會安排一起 多少行程就接見 就安排就是在哪裡在哪裡 那在這個 這今年跟去年這敏感的尷尬時刻 江啟臣提出來 我覺得他是講到從2016年到現在 普遍通案的這個狀況 包括現在 所以可能提到了這個陶德 因為從陶德阿彌塔吉跟史達伯格 我理解那個靖平哥你要表達 伯恩哥 所以的確說你們民進黨或是說外交部啊 人已經有注文說我們想要跟國民黨人士要見面喔 可是你們偏偏不把這個訊息傳遞嗎 會這樣嗎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用大腦想用膝蓋想要知道怎麼可能嘛 我的意思說如果今天來者是客嘛 第一個美國派這樣的一個特使級的這個 幾乎就是幾乎形同是總統特使級的這樣的一個 準特使的這樣的一個參訪團來台灣 如果他說我們希望可以安排這個在野黨這個領袖也都見面 你說我們用什麼理由去跟他說不不准見面 各個換我假設啦 假設真的我們沒有這樣的安排 那台美國會議員這個在立法院是一個公開的組織 而且坦白講這樣的一個聯誼性質 雖然說有些立委有參加有些立委沒有參加 但是絕對沒有說你沒有參加立委你就不能夠去 沒有這回事啊你願意去都可以去啦 那我我比較擔心我反而比較擔心的是喔 昨天國民黨有一個資深老牌立委賴四寶 他昨天講說欸這個來了這些人搞不好是要來賣藥的啊等等啊 有什麼利益啊 我還擔心說他會不會在這個台美國議員聯誼會裡面發出這樣的有失這種 有失禮的這個言論你不要覺得不可能喔 上次我們的捷克議長來台灣 捷克議長來台灣那國會議長來台灣那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啦 結果結果被那個國民黨的立委在議場那邊擋住 抗議來出簡直莫名其妙 所以在外交上發生這種失格失禮的事情有沒有 有 所以我覺得喔國民黨我覺得應該要拉高格局啦 我們看喔 當這個老共也知道說阿阿阿你是怎麼派好朋友來到台灣呢 他當然會有意見嘛他有意見的表達方式呢 我們來看到喔他就說我中國宣佈在未來這六天 你要來沒關係我就開始在這邊鬧啊鬧啊 他用什麼方式來鬧呢 他們宣佈15號連續六天要在台海附近的這個廣東南棚列島 這附近來進行實彈的演習 而且是有兩個不同的地點喔兩場的實彈演習喔 當然這個挑釁味道是非常的濃喔然後熊熊就宣佈喔 我有一點是突然冒出來 因為一般的這個軍演應該是要有一點提前時間來作業 不過呢他今天宣佈明天就要開始了喔 他說上午的八點到下午六點我在廣東汕頭市這邊 另外一個是在汕尾附近喔來進行實彈的演習 期間禁止任何船舶的進入 那因為他們也看到這個訊息喔 國台辦講說喔 搞笑的 你派熱人來啊說什麼非官方 我告訴你啊 非官方一切都是騙人的皇子 瑞德哥怎麼樣來看 我們不能小看中共的任何一個軍演啊 尤其從今天開始六天的這個地點在什麼地方呢 地點大概在這個 韓國瑜最喜歡吃的那個扇頭火鍋 那個扇頭啊你知道嗎 外海啊 那麼距離台灣事實上還很遠啊 快要一兩百公里啊 那為什麼會說離台灣很近呢 我個人猜想因為中國大陸很大嘛 對不對 重不重幾千公里嘛 所以他們認為這樣子啊 兩百公里啊算已經這個等於說很近了啊 那麼他這一次的這個軍演呢 事實上就是對準台灣啊 那有關於時間 我們這個前軍長 艦長這個呂理師說啊 那麼他們可能是夜間的防空能力不足啊 為什麼呢 要不然的話為什麼他們軍演的時間很怪 你知道嗎 他早上軍演的時間跟晚上軍演的時間 開始跟結束啊 跟全世界說這個時間都要軍演 這個地方上面天空跟這個海裡面都不能進來 我個人認為是應該是考量到 那解放軍要吃早餐 還有解放軍要吃晚餐 你知道嗎 為什麼 軍演就24小時了 還關什麼時候 解放軍他們的餐好像吃到 17餐 對沒有錯 在比吃飯飯桶的部分 他們確實贏過美軍 你知道嗎 遼寧浩厲害 比飯量就對了 比飯量另外要比美軍遠遠不如啦 這一點我覺得那個 馬斯廷號的艦長跟副艦長要反省檢討一下 以後美軍吃最慘的 對沒有錯 美軍應該要多吃一點 然後呢除此之外呢 他事實上就是急救章嘛 為什麼 因為一個軍演一定要經過的長時期 比如說我們漢光37號演習啊 7月才要開始 現在就開始作業了嘛 那他事實上就是 我沒送 我要表達 但是我又不能表達太over 為什麼 因為前幾天 美國美軍跟這個菲律賓在那邊軍演開始 因為沒送 所以一天十幾次 然後十幾次 然後25架次 殲-16就來了一大堆 特別主動殲-16事實上 就是要恫嚇到台灣在內全世界 為什麼 殲-16的戰風機 可以攜帶一大堆的炸彈跟飛彈等等 但是台灣人怎麼沒在怕你 台灣人沒跟你動到一回事 他討厭的蒼蠅嘛 那現在因為也是來25架 所以現在才能來35架嗎 而且人家這一次是 這個已經退下來的 這個前參議員對不對 率隊來嘛 又不是現任的 也不是國務院的 所以你又不好 像阿札爾一樣升高層級嘛 還是現任的衛生部長嘛 所以怎麼辦呢 我還是得做這個樣子 表達一下我的不滿 我的不爽 但是就這樣 就這樣嘛 你這邊轟了6天對不對 實彈射擊了6天 你如果真的有種 你叫遼寧號 遼寧號現在的太平洋對不對 你直接叫你的什麼 遼寧號上面的殲-15戰機等等 你直接你的這個英籍飛彈 然後霹雳-15飛彈 跟你的東風飛彈 你射它幾顆 往關島方向射就好了 你有種你試試看嘛 你試試看看嘛 很簡單嘛 你就不敢嘛 我講白了 就用它做樣子 用不爽幹嘛 就來這一趟嘛 就是最後讓人家討厭嘛 我覺得中共最奇怪的是 你怎麼會連那位杜特地你都得罪了 你知道嗎 杜特地本來是最挺你的 你知道嗎 所以連越南 然後連印度 然後連菲律賓 連全部都得罪了 習近平到底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 不過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人家這個 這個馬斯廷號的這個神盾級 博克級的這個驅逐艦 人家絕對不是艦長跟副艦長 故意這樣做的 他有辦法 狡猾連水酒這樣子看著你對不對 看著你這張照片 其實代表了千言萬語 我就有本法 看到你就可以幹掉你 你知道嗎 但是我不屑幹 節目節目節目 快點